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接下来来了解今天第一队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辽宁各级 女嘉宾小珍同样23岁来自辽宁是一名模特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来我想他到我的城市和我一起发展 你在哪个城市 我在沈阳 沈阳那嘎的 对 那你在哪嘎的呢 我在大连 大连 你们谈恋爱谈多久了 我们谈了一年了 这一年里几乎都是异地 哦 异地 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一年前我去大连出建制活动 正好我们俩赶上一个活动了 哦 然后我们俩落得也特别好 之后我就和他要了微信 哦 你这个体是干嘛的呀 我在沈阳开了一家甜品店 哦 开甜品店的 难怪怎么甜腻腻的啊 这男生腻乎你吗 嗯 一开始出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甜蜜 然后我要是我胃疼的话 他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过来找我 嗯 但是现在发现他 越来越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因为我最近确实很忙嘛 学校那边快毕业了 就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还得每天签到 而且那个店不也是刚开嘛 什么账目啦 索罪的事情都需要我去管 我不是也为了能多挣一点钱 然后和你出去玩嘛 我问你吧 小的 还喜欢人家吗 喜欢 非常喜欢 我以前我说我胃疼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急忙地过来找我 但是现在他越来越 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有一次我是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胃疼然后跟他打电话 他说我现在我在那个出活动 等我完事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说那行 然后我就不打扰他了 也不是不理解 然后就一直等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看他发了一个和很多模特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然后他说什么事啊 那你心里面都没有我 你还问我 你说什么事 什么事啊 我心里当然是有你的 但我那天真的一直都是在工作 那天不是万象节嘛 老板要我们去拍一些比较搞怪好玩的照片 然后发一发朋友圈 增加一下节日气氛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那天实在是很忙忙忘了 那你晚上你不也出去和男的一起玩吗 而且去酒吧也发了一些朋友圈 你有考虑过我吗 我那时候我朋友 那时候我发小 我们是一帮人出去的 只有一个男生 你不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今天你拿到台上说 这个问题有点无理取闹 那还有呢 大家刚认识的时候 不管出什么活动你都会问我 你现在呢问都不问了 你直接就去接 那些摄影师对着你拍来拍去的 拍得那么仔细 你让我怎么想啊 不不不 人家拍照当然太仔细了 你想什么呢你 那你说他当模特了 穿得那么少 我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啊 穿得多少啊 比基尼啊 那是模特很正常吧 他的职业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算事情 我之前拍那些照片的时候 你看了你也是 可以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反复地问你了 那问和不问是不一样的 问证明你心里有我 你还是在乎我感受的 我这么问吧 如果他问你 你还让他拍吗 不一定 这个得看什么活动吧 好吧 谈了一年多了 你们这算是地下情啊 还是地上情 就是所有的朋友啊 家人都知道 你们算哪一种 算是 不知道吧 因为有一次 我去大连找他 我俩过商场嘛 正好他爸爸妈妈 在对面迎面走过来 然后他看到以后 马上就走得 离我特远特远 但最后还是被他爸爸妈妈看到了 然后他当时跟他爸爸妈妈介绍我 就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当时我的心真是碎一地 其实咱们这一年来 有很多问题 包括性格也不是特别的合 然后再加上 你现在让我琢磨不透 所以说我不确定有未来 然后见到父母 我不想随随便便地去 介绍一个男生 所以如果按照我的逻辑啊 可能是个老年人逻辑 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所以按照我的逻辑就是 两个人心里又有彼此 又有这么 因为一地而带来的这个隔阂 那你们在一个地方不就得了吗 这些问题不都消除了吗 我一开始 没有想到去 那个他们沈阳发展 然后我也跟他确切地说了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说可以 他说以后再看发展吧 去你们那个城市 也不是不可以的 小泽你去过去吧 去大连吧 我学校这边因为还没有毕业 我实在是过不去 你毕业了不就能过去了吗 我毕业了能过去 但是我怕他等不到我毕业了 你怕这半年都熬不过去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吵架 一吵架就是冷战 你们俩当初怎么好的呢 这孩子对你好吗 以前的时候他对我特别甜蜜 有一次我说我在家里边胃疼 特别难受 他说你多等我一会儿 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就带我去医院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并不是说物质或者是相貌 对我来说 对我好就行 当时那天我听他说病了 我就特别着急 我把手头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 我买了高级票我就去找他 当时我看他在家里的时候 腰都止不起来 然后我背着他我就去了医院 行啊是不是挺好的 还对你好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下雨天 我不愿意走路 因为我怕地上的泥土都绷到我的腿上 他就说我就背着你走吧 然后就把我送到你 这基本找了一个好骡子你看 生命可以背 泥水建腿上也可以背 这都变成了过去的回忆了是吧 对 我感觉很幸福 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回到过去 女生呢 我觉得我们之间并不是说异地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沟通的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说话 就感觉好像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有一次我们冷战 然后他不告诉我 然后就过来参加这边的一个活动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吗 晚上时候过来找我 然后我都跟他 也是好生好气的说 我说再让我想一想考虑考虑 然后我就想出去抱走 他说我陪你 我说不用 我自己出去抱走就可以了 然后走一走去静一静 然后在后面一直跟着我 我都不知道 我都走了大概12公里的时候 我回头我看到他 他在我后面 然后我就特别反感 不是应该特别感动吗 没有 当时因为这件事 我们还吵了一架 我感觉我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然后我就 你上什么脾气 人家也没打扰你 我就觉得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你在大连也有朋友 你先忙你的 我先想一想 那我来大连为了什么 我不就是怕你出危险 我想多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吗 我陪着你 我离你远点还不行吗 很可爱 女生 这感情你不太想要了吧 也不是 我们俩最一开始在写是因为感动 所以说我就一直坚持着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话他听不懂 我现在反正很纠结 纠结啥呀 就是他对你好 但是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的天哪 那我笨 有些话你直说不就完了吗 你非得让我猜来猜去的 我又不是神仙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问你 有一次再来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看到他来一条信息上面 解着说什么宝宝干嘛呢 是个女生 你可以解释一下 我觉得现在 说实话 尤其是女孩跟别人说话 叫宝宝宝宝的很正常 什么 我的天哪 宝宝我饿了 下次宝宝的 都听出来了 宝宝是 今天来台上 我觉得你总是把自己美化得那么好 你自己的问题呢 所以我问女生嘛 我们主持普通的朋友 因为现在 就算淘宝 我问你一句话 你回答就可以 如果别人叫我宝宝 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 如果他给许总发微信说 宝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不是现在女生不都这样吗 你说说那个叫你宝宝的女生 是谁的女朋友 她没有男朋友 她没男朋友 她叫你你就欣然接受了 她叫谁都这么叫 我俩真的什么都没有 其实一开始你做了很多感动我的事情 让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 但是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 我特别讨厌被欺骗 你当 她骗过你 有一次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在干嘛 你说你和你朋友一起排练 我当天我本来想去找你的 我给你朋友打电话 我就问一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你朋友说 我没和他在一起 我和我对象在一起 然后我就立马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还在那边呢 我听到那边打麻将的声 宝宝你说说怎么回事 是跟那几个宝宝在打麻将 都是男的真的 因为我知道 我直接跟他说他打麻将 他肯定会生气 因为他特别烦我打牌 所以说他那天来电话了 我就马上这把牌我就不玩了 我跑到厕所偷偷地跟他说话 我希望这些事你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还是在乎你的 要不我也不能特意去厕所接你电话吧 他的逻辑也很可爱啊 宝宝在乎你 所以宝宝要骗你 宝宝都不想骗你 宝宝就不再在乎你了 是这逻辑吗 不是的 那是啥逻辑啊 宝宝心里苦 宝宝受不出 这句话我说特合适 宝宝心里苦 宝宝受不出 你们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本卷 两个人都挺可爱的 其实能看出来这个男孩 是一个挺会暖人心的一个男孩 所以你们的异地恋呢 确实是一个考验 就像他会允许别的女孩 叫他宝宝 那如果说是一个 会很明确拒绝别人的男人 他是不会让这个女孩子 有机会叫自己宝宝的 所以在这点上 你也别不承认 你还是多少留了一些空间 给那个宝宝的 所以他难免会担心 然而我觉得 就是女孩 其实我们在爱情中 最重要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信任 然后是尊重 还有一点对女孩子尤其重要 就是独立 虽然说我们爱情当中 两个人是相互依偎的 相互依恋的 但是只有我们的内心很独立 可以独立地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面对烦恼 甚至是病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爱 你是多么的欣喜 而当你不独立 完全依赖于这份情感的时候 他给你的关爱和温暖 你就觉得很习惯 如果少了一点 你就会很委屈 所以你今天在场上 至少说了四五次 说我胃疼 你都不在乎 你都把我整个忘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 成熟一些 理智一些的女孩 更多去做的是 我把我自己的胃养好 这是爱她 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特别希望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面 你告诉我说 我的胃不疼了 我胃好了 所以我不会再抱怨 我胃疼的时候 男朋友不管我 爱情中多一些独立的 这种小智慧 可能会让我们的情感的脚步 更轻松一点 所以这是你需要去努力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 还要分开那半年 因为你还没有毕业 男孩子多一些关怀 女孩子多一些独立 撑过这分开的这半年一载 有可能的话 尽早地在一起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叶老师 曲总 我很不看好你们继续往下走 因为第一 你们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谈恋爱一年 说是一年 但其实是异地 很短的相处的时间 你们到底是在跟谁谈恋爱 到底是在跟什么谈恋爱 女生刚才我听得很清楚 你说得很简单 我其实对另一半要求不高 我不要她的相貌 我不要她的财富 只要她对我好 真是这样吗 对 错 其实你很需要一个陪伴的人 但是她做不到 你的选择完全是和你的 愿望我觉得是矛盾的 而我从你们的所谓的 平静看出你们之间感情的淡薄 你从上来到现在一直是比较平静 你平静地看着她撒谎 你平静地等着她说出那个最后的所谓的真相 你很平静 不正常 两个刚刚刚相处不长时间 又是异地 那每一次相见的时候何等的珍惜 但是你没有 异地的男朋友来这你不见 你不见也罢了 他跟着你 你用的词是反感 而不是感动 丝毫看不出你爱这个 这个男孩到底有没有让你心动的那一点 除了对你好以外 有没有别的让你更加的痴迷 如果有 你们之间就是有感情 如果没有 就是一场游戏 而男孩呢 你真的认为 正常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做成宝宝吗 也不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在你身上是可以 你为什么明明在跟朋友玩 觉得自己很忙 为什么呀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爱她的 但你见了她多少次 你也没有真正的全身心地爱这个女人 既然不是一段特别真挚的真诚的感情 还要选择一个异地恋着高难度系数的方式 何必呢 好 谢谢 谢谢曲忠 宝宝知道现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严重到什么地步 今天会分手吗 我相信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 猜不透他 其实你的要求不高 女生 其实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懂我 对 这个懂我包括 我胃疼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疼 寂寞的时候 要知道我的寂寞 你该 说拒绝的时候 就应该拒绝 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幼稚 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幼稚 只有每次在我真正发脾气的时候 你再跑过来搞定我 而平时我真正在乎的 你却从来不在乎 你知道你刚才有一句话暴露了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你刚才原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才一直坚持 什么叫坚持着 说明你很痛苦了 说明你很为难 说明你早就想了要离开 所以我才坚持着 在生活当中 也有跟他一样的男生 对你一样好的吧 或者想对你好好的吧 你只有有了对比 有了质疑 你才会坚持 才会想 是否要继续下去 我赞同曲伟的某一个观点 你大概是没有多少爱他 异地恋 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是对方对我有多好 也不是有多么长足的思念 只有一种原因 就是彼此都懂得对方 懂得欣赏对方 一个人如果不欣赏对方 对方做再多都是徒劳的 再加上又有那么长远的距离 但是你找错了对象 一个相对于幼稚而直白的男生 是给不了你所谓的懂你 他做不到 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 所以这一点恰恰是也是你嫌弃的地方 你觉得他太不成熟 所以在他默默地跟你跟了12公里之后 你一回头第一个感受 不是感动 而是反感 你的反感在于 他不懂我 但之后你又有了感动 就是这个男生 的确有的时候对你寸步不离 所以你时常纠结着 一方面不能满足于他不成熟给自己带来的幼稚 一方面有感动于他对我自己的好 所以你很纠结 但是我想说的是 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对你好 而是因为他是他 所以你不能这么迟疑着 他给不了你要的爱 但是他给你的感动 只要付出体力都可以干得到 所以其实你闷心自问 你要的不是他 你想在他身上所实现的那种 心灵相通心有离析 做不大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趁早放了这个男生 否则的话 对于你们俩都一定是折磨 对不对 宝宝也不懂什么 宝宝就有几个分享一下吧 核心词叫条件 条件有两种 一种叫必要条件 一种叫充分条件 其实爱情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都是从充分条件开始的 优点啊吸引 谈着谈的时候就开始 向必要条件进发了 所谓必要条件是什么 就我心里那个尺子 标准和标杆 你明白自己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吗 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挺明白的 有意思的就是 男生的所有充分条件 让他觉得不舍 但是在必要条件项的时候 他一向都看不上 男生 你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呀 他心里有我就行 他心里有你就行啊 那他跟人家的发小 喝个酒你难受什么呀 你要的是独享 所以你们自己看吧 这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大家弄清楚了 也就没什么难事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这充分条件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对恋人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 开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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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照顾 那现在他一定要回去说 我不跟他回去 他要一定要跟我分手 哇 为什么 我在浙江加山那边 我真的我觉得 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在那边 什么事他都要管着我 我出去做什么事 都要给他报备 什么的 就背一下呗 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啊 不只是这些 就像我去浙江以后发工资 因为工作是他 托他朋友帮我介绍的 然后就是我 可能每个月发多少工资 他比我清楚 月底我还要给他算账 就是如果 为什么 我工作我帮他找的 我当然要清楚一点也可以啊 不是 你没有权利啊 我是他女朋友啊 你又不是他老婆 你就管他那么狠 我又没有要他的钱 只是帮他看看 看看哦 嗯 哎呀 有时候钱算不清楚的话 他还会跟我唠 跟我吵 没有 他回答得很敷衍我 不是 那怎么了 不是他自己的钱吗 但是他也要知道 花头花在哪里啊 我就问问他 忘记了吗 忘记了 好吧 好吧 这小片里说 不要揪住过去的事不放 这过去的事指的是什么事 之前他让我离开浙江 到他那边上海这边工作 说他会帮我找工作 工作机会也多 那我觉得也有同意了 就等他消息啊 但是我不联系他 他就不会主动联系我 那后来我就打我朋友电话 就是那次他同事嘛 他说他已经辞职一个礼拜了 是跟另外一个女同事 一起辞的职 去了另外他们两个一起去 那没什么嘛 他职业选择吗 他没有告诉我 对 他关键是辞职 没告诉你对吧 不告诉我我就很生气啊 当时不告诉他 是因为我想我是怕他担心 然后我跟那个女孩子一起辞职 是因为他那边 他新人式的酒店那边 我觉得过去的话会照顾好一点 然后他那边酒店也更大一点 待遇什么各方面会好很多 我只是想工作可以的话 再让他再过来一起 晚点在上海上班的话 可以在一起 结束一地面什么的 女生在这个世界逻辑当中 你是更在意他辞职不告诉你 对 还是更在意他跟那个 你两个两个都有 但是我觉得从结局来看 不是男生还是去了吗 这就说明没什么了呀 去他就是一直都是 我跟他沟通 他从来就是不跟我沟通 说话 然后感觉我好累啊这样 男生说说你的真实想法 没关系 我的想法就是 要么他跟我一起回上海 要么就是我们俩分手 干嘛那么决绝呢 因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累 就是很受不了 那回了上海不是依然累吗 重点不是在哪儿跟他在一起 而是跟他在一起就累啊 因为我觉得回了上海会好很多吧 为什么 因为在浙江加山的时候 什么他都要管 就是我跟朋友就是出去 出去喝酒 去什么人 去几个人 然后我跟他说几点回去 我都提前给他报备了 然后酒席中 他还是会打电话给那些朋友 因为都是他认识的 问我在不在那里 我是不是真的去喝酒 你干嘛这么不相信他呀 那我打他电话 他肯定也是同一个答案 说在那边 那我打他朋友电话 问我是不是 不是那是还是不是啊 是在那边 那你就验证一次就行了吗 听来你是反复验证 你为什么那么不相信他呢 他之前在上海 就感觉我就感觉 有点不老实 他在上海怎么不老实了呀 就自从他那个 我让他来这边加散玩 让他调一下休息嘛 他就是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拖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过来了 那我说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他说我好累 就是说不想去看 后来好不容易 他陪我去看电影了 刚刚坐下 他手机拿在手里 电话一直在响 那肯定是熟人啊 电话又不接 我看了电影都没心情看 直接就把他拉出去 一会让他直接按着免提 让我听一下 对方声音都没有说 他直接说 我在浙江家上出差 挂了 好了 那我心里根据 他们两个肯定有事啊 肯定是上海的那个同事啊 没有了 只是我一个同事 就一个女同事 然后打电话来 就是说让我跟他调一下班 我也没有怎么给他解释 所以闹了很多误会 你好像特别在乎他 打个电话嘛 我觉得他不接 看电影不接 为什么你会反应那么大 那么过激呢 他有没有跟你们的朋友们说过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因为你看 你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吃饭 他还反复打电话去问 其他人有说过 这是为什么吗 你问过吗 这个我没有问过 但是有一次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期间有一个同事喝醉酒了 然后说话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就说我来浙江家上市 因为被他抓住我出轨了 然后才来这边 我当时我就很郁闷 他是怎么知道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不明白 我问那同事 那同事 然后他也 他突然也就 觉得我好像清醒了 也没告诉我 然后回去问他的时候 他也吱吱吱吱的 他这样行为 就是在我心里 就像是出轨 他就觉得我小心眼 也就是说 你跟其他 你们共同的朋友说过 他是在上海出了轨 所以才到了浙江来的 是吗 说过没说过 说过 也就是在你的心里 其实你的男朋友 是出了轨了的 我感觉是出轨 不老实 不老实 那其实他去 加善的这个行为 不是已经代表了 即使他真的出轨 不是也代表他 表示要悔过自新了吗 那他现在一定回上海去 不是 那你 那为什么他在浙江 这段时间里面 你还那样对他呢 我对他挺好的呀 你不是查他的港吗 管他的钱吗 那不是我在意吗 他现在就是 做什么事都不信任我 记得有一次就是 跟他算月底 讯上帐的 有一次130块 我没有算清楚 然后我也不记得 是掉了 还是请哪位同事吃饭 没有记账 他就为这130块钱 给我唠了好久 然后他还说了 你今晚要是 给我算不清楚 那我就跟你没玩 他对我舒服的 就是太严重了 所以你现在想回上海 对 你是想回上海 还是想带他回上海 我是想回上海 带他一起回上海 或者我自己回上海 我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重点是 你要回上海了 也许是吧 因为可能是 被他舒服得太厉害了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 我跟他说过 可是他说他不去 我不想去 我觉得在加算挺好的 我就想让他留下来 在这边 上海没有比上海 这种压力大 好 你心里还有他吗 还有吧 还有吧 不然我也不会说 去上海的话 带他一起去 哦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孩 你喜欢他什么呢 喜欢他 有共同语言吧 应该 毕竟是 做同一个行业的 就聊得来是吧 聊得来吧 你的同事可能 都和你有共同语言 但是他比较实在吧 没有那种花言巧语 就感觉 所以喜欢是 共同语言 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很爱一个人 你看啊 我这个管他的钱 是爱他呀 他出去跟谁玩 我问一问 是爱他呀 其实有时候 我们分不清是爱 还是占有 还是控制 所以他如果去了上海 离开了你的控制 或者你跟他去上海 到了他的地盘 你也失控了这个男人 你很怕这一点 所以这是控制欲 占有欲 还是爱 你自己去衡量 我并不认为 你有多爱他 男孩说 他束缚我太厉害了 我好受折磨 我要去上海 我就是想去上海 他跟我一起去 就好了 其实你就是想要自由 想要离开束缚 对 其实你说想把他 带到上海去 也不过是想想罢了 你们彼此吸引的 我并不认为是爱 是感情 是彼此的欣赏 可能就是那样 纠纠纏缠的 那种感受 女孩不用去控制他 其实真正美好的爱情 是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 不需要占有 不需要控制 男孩也一样 也不用去再纠缠说 我要对这段感情负责任 那我总也得带上他 不再爱这个人了 我们就放手 去找你们各自幸福的爱情吧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当你深爱的这个男人提出来说 你跟我去异地 你表示拒绝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同样的事情 对方做 而你做不到 因为他毕竟在上海 赚的钱也不多 那我觉得还是 在我这边消费也低 多好 他开心吗 在上海的时候 即使他没有什么存款 都花费了 他在上海 我在这边 两个他肯定自由啊 你就回答我 他开心吗 开心吧 好 那他到了浙江之后 他开心吗 好像没有之前的开心吧 你开心了吗 我开心啊 所以你觉得问题 在哪儿你看到了吗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彼此开心 才可能走下去 但是 你只想到了你自己开心 所以啊 你想想看 你到底 是自私呢 还是深爱呢 我从你们当中的 这个讲述发现 一开始男生 一定是爱你 比你爱他要多的 因为 他肯为你付出 至少 他肯为你 离开了自己 觉得很开心的点 来到你身边 但是不成想 变本加力啊 你除了拨夺 他的工作机会 拨夺了他的朋友以外 你要拨夺 他的财政权 然后你还要支配 他所有的行动 变本加力的 去苛责他 那他可以跟我说 说我管得太严了 你自己知道 自己管得严吗 如果他不说的话 没觉得 不 你觉得 但是你觉得 很正常 对啊 所以你有考虑他吗 男生的态度很明确 他不是要去上海 他是要离开你 因为他知道 你不可能跟他去上海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索性把话说明白 所以一个男人 在勇敢地说爱 或勇敢地说不爱 否则就是不明不白 而且人家会怀疑你 啊 原来你是出轨了 没有 那些都很多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你直接说 你这种束缚 我是受不了的 我不觉得你爱我 所以我们分手 何必遮遮掩掩呢 直接就说出来 既然不适合 何必强求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曲总 我有的时候在想 两个干酒店前台的人 在一起恋爱 你说有共同语言吗 那你们俩聊什么呢 了解工作的那种情况 碰到的人 有数字好的 有数字不好的 就是开心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就聊这个 你刚才说你爱她 是因为她看上去老实 不有罪划舌 对吗 对 跟你平时在工作当中 碰见的一些人不一样 对 因为你见的人太多了 对 心心思想 她相对于来说 算是木讷的那种 对 是吧 这样觉得可靠啊 但实际上 你又觉得她不可靠 你刚刚 常感夫妇重复一句话 也是很多女人 喜欢重复的一句话 我之所以怀疑她 管着她 是因为我在乎她 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 当一个人 怀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谁难受 心存怀疑的人 心里难受 而被怀疑的人 是不自知的 对不对 当这个心存怀疑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 而戳穿这种怀疑的时候 谁难受 被怀疑的人 被戳穿了难受 而怀疑的人 心里就爽了 对吧 所以你说 你怀疑别人 管着别人 到底是在乎别人 还是在乎你自己呢 很显然是在乎 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真正爱一个人 是打掉牙往肚里 就是明明知道怀疑 我可能依然要 咬着后槽牙去相信她 而不是为了 打消我的怀疑 我就戳穿她 我伤害她 还要打着幌子说 我是爱的 对不对 就像父母 父母经常怀疑 自己的孩子在外面 惹了祸 经常怀疑自己的孩子 不好好上课 但父母依然会说 我信任你孩子 你不会这样 这叫爱 而你那个不叫爱 你无非是想证明 自己内心的怀疑 就不顾一切的 去管 去质疑 去戳穿 甚至告诉别人说 我的男人出轨了 你跟别人说 你的男朋友出轨了 你脸上有光啊 你是为了什么呀 所以有的时候 你被自私的狭隘所蒙蔽 导致到自己做一些 自己脸面都没有光的事情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给他自由 但对方不应该滥用这种自由 而对方给我们一种权利 来管理对方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滥用这种管理的权利 你就是滥用 滥用到了最后 就是你给我这种权利来管理你 不对 你是给我这种权利来见他 你如果换了另外一个 任何一个男人说 你跟你的闺蜜 说自己的男朋友是除了鬼 你觉得这个男人 会跟你在一起吗 你找给我一边去了 你怎么不尊重我 所以你滥用了这种权利 而对于男人来说 你是否滥用了对方给你的自由 这也有待考证 所以说无论是上海也好 家庭也罢 我赞成曲伟的一个观点 他打着爱的幌子 去见他对方 他打着留恋的幌子 说跟我去上海 我们就在一起 你拉倒吧 你们两人就不能直说一点吗 他可以直说 哎呀我不愿管你了 我好烦啊你这个男人 你也可以直说 我又不愿意搭理你了 我回我的上海 为什么要一起折磨呢 拉倒吧 其实在生活里 特别是爱情当中 特别需要边界 比如说财务问题就是一个边界 在没有结婚之前 其实这一部分是非常隐私的 第二个 其实就是别人的隐私的边界 你为什么会跟你的朋友说他出轨了呢 我也没有直接名当地说是出轨 对所以就去想 你想一想 当你把爱的东西都越位的时候 你开始侵占别人的私领地 侵占别人最内心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那个就不是爱了 就是伤害了 都别负气 静下心来想一想 我还爱不爱他 你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再做决定 好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之前也许我没有太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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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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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